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忠 洛亚报道 中国观察习与胡耀邦长子关系内幕 在中共国防大学前政委上将刘亚洲被判重刑的消息 近日得到确认之后 另一个红二代胡德平也受到关注 去年中共通报的一桩旧案 涉及党内有人推举胡德平当总书记 甚至一设策划武装暴动 但专家指令有内情 到底习近平与曾经帮助他稳固大卫的红二代 太子党彻底决裂的内幕是怎样的呢 知情人报习与胡耀邦家族关系内幕 习近平之父习仲勋 曾经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担任过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习近平2012年底上台 当时与红二代各派关系还可以 但随着习近平权力越来越大 他近年已逐步把红二代边缘化 甚至直接拿下 比如曾直言批习的房产商任志强 被判18年重刑 反习的太子党领袖人物刘亚洲 已确认被判无期徒刑 刘少奇之子刘元也早已被边缘化 根据陈云和邓小平的安排 太子党曾经一度非常强势 在中共政坛卧实权 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副国级官员 每家都至少有一个正不及子女 但是如今太子党几乎绝技于 省不及以上的高位 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长子胡德平 也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 政部长级 独立时评人士蔡慎坤 4月2日在海外X平台发文表示 在18大权力交接前 习罕见隐身 主要是寻求所有红二代的支持 习和胡德平单独见面时 胡兴致勃勃提了许多政治改革方面的建议 但习说大哥高看我了 我就是手手摊子 干不了这些大事 自此之后 胡家跟习家几十年的互动关系就中断了 胡耀邦家族和习仲勋家族早年关系密切 1978年习仲勋获平反回到北京 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对他有恩 胡德平早年也和习近平交情匪浅 不过2016年习当局派人强夺了胡家兄弟主持的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 本是原班人马的副社长胡德华胡耀邦的第三个儿子 7月下旬从国外回到北京后 出面要求占据杂志社数日的外来人员离开 2019年5月19日 胡德华被迫搬离了胡耀邦生前居住的西城区会计司胡同25号四合院 本身也是红二代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旅美政治学者王军涛4月7日对大纪元表示 胡习两家到现在表面上关系还不算破裂 两家关系不错 习近平上台前隐身半个月就住在胡家 而且到现在两家关系也不错 王军涛提到几个月前 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一个小兄弟到海外来 特别要跟他和魏京生见面 在谈的时候提到习近平和胡德平 此人表示胡德平跟习合不来 但是不会成为敌人 如果是从小家族有这种失交的话 不会成为敌人 无非就是胡德平现在不说话了 你看炎黄春秋被整 最后胡德华在里面有一个维权的作用 只是胡德华 但是我估计胡德平也会让他不要去再吵什么 因为是习近平要做 就让他做 此人还说 当习近平说还要做共产主义事业 接班人的时候 胡德平心里肯定不赞成 但他也不想说什么 话不投记半句多 但也犯不上去说他什么 学者 胡德平曾带话给海外域骂习回改革路线 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毅 4月7日对大纪元简要梳理了红二代的派别 一派要求政治改革 要中国民主化的 以胡德平 胡德华为标杆 但他们是少数派 任志强也在其中 另外一派就是习近平这一群 属于顽固派 刘远也在里头 他们认为一定要让红二代来掌权 红色江山才能够掌握得住 包括王振之子王军 陈云的儿子陈远 原来支持薄熙来 后来就转向支持习近平 还有胡乔木的女儿胡沐英 搞了一个掩耳女联谊会 办了很多红色网站 这些人后来站在习近平背后 属于顽固派 但绝大部分的红二代已经下海经商 不关心政治 包括后来与习近平反目的陈亿儿子陈小鲁 商界红二代如秦晓 他支持资本主义 但是对民主自由有保留 这批人对习还有一定的期待 冯崇一说 其实习近平上台后也观望了半年时间 到2023年5月 中共中央的9号文件流出 当中提到意识形态七不讲 就定调左转了 但虽然习露出保守本色 党内的改革派还对他抱有幻想 冯崇一向大纪元爆料说 习上台后两年 胡家兄弟还让人到海外来带话给他 他们还不能放弃习 他带的话就是 你们在外面有发言的机会 你不管怎么骂都行 就把他骂回到改革的路线上 我们在国内是哄着他改革 冯崇一说 胡德平他们当时还没有真正跟习决裂 但是习是越走越远 到2016年 习封掉炎黄春秋这个改革派民主派的阵地 还封掉了共识网 共识网其实是邓朴方他们在后面支持的 之后两边就相当于彻底决裂了 所以这些人不是现在才决裂 2015年 2016年就彻底决裂了 早就说不上话了 马晓丽是跟两边都好 马晓丽跟习近平是一起长大的 因为还说得上话 想调和两边矛盾 根本无可调和 冯崇一说 后来习在商界整邓家的孙女徐吴小辉 整陈小鲁 下海经商这批红二代也跟他决裂了 包括成员这批人和习的关系 也已彻底变化 习到这时候 跟大家族都决裂了 冯崇一说 这些大家族不想要毛泽东那一套 担心在搞文革 他们想搞寡头政治 让他们有发财机会 红色江山也没变 但习走回独裁这条路 跟大部分的红二代摊牌 他只用习家军 用他的家丁 不再重用太子党 王岐山 刘亚洲 这些有实力的人 都让他们出局 有人公开 挺胡德平上台 还搞武装暴动 胡德平 曾疑似卷入一桩 武装反习大案 2023年8月15日 中共国安部在微信公众号 发布一起就案 称在2016年 云南某个学校的退休干部 肃某 长期在网络上发表反动言论 还主动联络境外敌对组织 骨干成员 策划从境外购买武器 在境内招募所谓的敢死队 通过暴力行动 推翻国家政权 妄图改变中国政治制度 这个肃某就是子肃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退休讲师子肃 曾公开支持民主宪政 2016年 2017年间 因被指控先后意图策划 赶死队武装暴动 发公开信 建议直选中共总书记 他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刑4年 后于2021年4月获释 在公开信中 子肃呼吁习近平下台 推举胡耀邦之子胡德平 为新的总书记 公开资料显示 子肃发公开信 要求直选总书记 应是被指控密谋策划武装暴动 遭刑拘的取保候审期间 外界未能确认是否所谓的 搞武装暴动就是拥虎 但这引起一些评论人士联想 认为这是习记恨胡德平的原因 冯崇义说 有关自诉密谋暴动 是官方说的 外界无法证实 但也有可能是真的 经济学家杨小凯写的 《牛鬼蛇神录》中记录了文革时期 他在长沙坐牢时 认识的20多个人物的故事 内容就提到 许多人密谋要暗杀毛泽东 冯崇义提到 他、杨小凯 在监狱里面看到的很多人 都是死囚 都是要密谋杀毛泽东的 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 想密谋杀掉习近平的也是大有人在 他们成功不成功是另外一回事 不过冯崇义认为 想策划暴动的这些人 未必会跟胡德平有关系 而胡德平也不是要揭竿而起 放手一搏这类人 很可能是民间的那些抗议者 要立一面大旗 想到了胡家 因为胡耀邦在党内有地位 在民众中地位也较高 他们要打这面旗子来谋大事 一点都不奇怪 就紫速暗设武装暴动 王军涛则认为 显然是中共搞栽赃 是中共国安部用假案来吓唬人 因为紫速判刑判得不重 也已获释 要真是那么严重的 绝对判的是一个很重的刑 像王炳章 彭明 被绑回国去的 都判了无期的徒刑 你说紫速怎么可能判那么几年呢 王军涛说 紫速写公开信 要直选总书记 推举胡德平 主要还是要给习近平难堪 中共考察领导接班人 从来没想过让胡德平上来 而且胡德平这种人 在邪恶的中共官场中 是做不成事的 分析 习怕政变 民变 但兵变是关键 今年年初 有爆料指以刘少奇之子刘源为核心的红二代联署 要求习近平下台 消息在海外广为流传 但王军涛认为 现在红二代没有参与政变的可能性 这些人没有造反的空间 他们旁边都是特务 另外 他们也确实不会有这样的行为 王军涛说 一个过去在中组部考察过习近平的官员透露 现在地方的红二代根本就不敢说话 只有军中红二代还敢说话 但都是退下来 没有官职的人在说 习近平也没把他们当回事 因为没什么危险性 他认为 还是要靠中国老百姓先做一些事情 也许将来社会上发生一个边缘事件 就会引发大的风波 然后高层才有机会动手 如果哪个地方发生民变 需要军队去平息的时候 军队才有一个机会去攻击习近平 因为现在都被控制死死的 枪弹都要分离的 就中国变天的形式 冯崇逸分析说 过去能有条件发动政变的人没有动手 比如李克强和王岐山有能力搞政变 如果他们一起在北戴河开会时 跟习近平叫板 这是一种政变的方式 但是随着王岐山出局 李克强现在也死了 通过党内上层搞政变这种方式 基本上是被堵死了 现在要政变 很可能就是谋杀或者别的方式了 这就防不胜防 他认为未来可能是从民变到兵变 政变进行演变 就是一旦民间的抗议风潮很大 习派部队去镇压 镇压不下去 部队在前线倒戈 不执行命令 中共风雨飘摇 军人不愿意跟习一起同归于尽 可能会先下手为强 把习先干掉 将功赎罪 但这种变局如何发生 是在天之术 习多次提及防止获起销强 冯崇一说习很怕内部政变 到今天为止习不培养接班人 就是怕可能会形成新的势力来挑战他 但同时习也提防颜色革命 就是怕民变 冯崇一提到 前段时间海外民运举行国事论坛 当时有两派意见 一派要蒋和平比性非暴力 认为非暴力抗争才能够降低门槛 民众才会参加 另外一派认为蒋和李飞这么多年毫无效果 中国非得有暴力革命才能够结束中共暴政 最后会议的结论就是两个都不排除 不管民变 边变 政变 不拘一格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